耶勒米亚第三章 试问 若男人离弃了自己的妻子 他离开他而令嫁了别人 前夫岂能再回到他那里去 像这样的女人 岂不是已传被点污了吗 你已与许多爱人行淫 你幻想回到我这女来吗 上主的段语 你举目环顾高优 看看在什么地方你没有受过点污 你坐在各路旁等候他们 像个在旷野里的阿拉伯人 以你淫乱和邪恶店污了这土地 为此秋雨不光春雨不来 你具有娼妓的面孔 仍然不知羞耻 从今以后 你要向我哭说 我父你是我青年时的良友 心想 他岂能永远发怒 怀恨到底 看你须如此说 却仍尽力作恶 在约使雅为黄的时日里 上主对我说 失智的以色列所造的 你看见了没有 他想到一切高山上 走到所有的陆树下 在哪里行淫 我以为他作了这一切以后 会回到我这女来 但是他没有回来 他失信的姐妹 犹大也看见了此事 虽然看见了我为了 失智的以色列所犯的种种奸淫 而命他离去 吸了他休书 他这失信的姐妹 犹大却不害怕 竟然也去行淫 由于他轻易行淫 与石蝶和木偶淫乱 与乌鸟这土地 尽管这样 他失信的姐妹 犹大回到我这女来 仍不是传心 只是假意 上主的段语 上主于是对我说 失智的以色列 比失信的犹大 更显得正义 你去向北方宣布这些话说 失智的以色列 请你归来 上主的段语 我不会对你怒容相向 因为我是仁慈的 上主的段语 我不会永远发怒 只要你承认你的罪过 承认背叛了上主你的天主 在一切绿树下 在一切绿树下 与以帮神奇刺意相爱 没有听我的声音 上主的段语 失智的子女 你们归来 你们归来 上主的段语 因为我是你们的主人 我要选取你们 每城选一人 每族选二人 令你们进入欺庸 在那里 给你们一切除我心意的目者 以智慧和明智目养你们 你们在这地上 凡显增值的时日里 上主的段语 人不再提上主的约会 也不再思念 不再追忆 不再关怀 不再制造 那时 人要称耶路撒冷 为上主的寓座 万民要奉上主的名 会习在耶路撒冷 不再随从自己邪恶 而环顾的心行事 在那些时日内 由大家与以色列家同行 从北方一起回到我 刺激了你们祖先作基业的地内 我曾想过 当我愿意代你像一个儿子 刺激你上深月目的土地 列国中最美好的领土 我以为你会以我父亲夫我 不会转身远离我 但是 你们 以色列家对待我 正如对自己良友不忠的妇女 上主的段语 在荒忧尚可听到一片圈阳 那是以色列子民的哀号哭音 因为他们走入了邪途 忙却了自己的天主 上主 归来 失智的子民 让我疗于你们的失智 看 我们回到你这里 的确 你是上主 我们的天主 成言 幽领和山上的狂欢尽是虚幻 为在上主 我们的天主那里 有以色列的救援 可此的神奇 主以来 主就像 有颗 但 有颗 有颗 就像 别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